在此普天同庆的日子,黄小鞋各此新闻一篇,祝各位大宝宝小宝宝,即日快乐,通言永住,询问一千字,阅读月需三分钟,终于有只老话叫未不合自我不安。 一丝是睡眠的诸多问题,还得归结于未尝道的问题,这主要说的是睡前即时过饱,由于肚子撑得难受,而导致沾乱反侧,睡得不沉,趴着睡,由于未尝道得不到休息,仍然在做消化的工作而导致磨牙,由于眼间消化能力弱,而导致第二天早餐吃不下,甚至及时,为避免上述情况。 首先,建议夜间睡前的奶提前一小时喝,以保证夜间生长精速的分泌,若为上学的大孩子,则建议晚餐之后取消夜宵,一日500毫升的奶量,分为早晨和下午完成。 其次,要做好复活按摩,若孩子大便正常,参照第三条,若为便米或腹泻,则参照第一条或第二条提到的按摩方法,按摩是注重以下细节,因为细节所以专业,因为专业所以有效。 实际,孩子刚吃饱是不介意按摩的,模糊必定的选择孩子未尝到比较红的时候,比如在孩子两餐之间空腹时按摩,不配合的孩子也可在其中午和夜间刚睡着时按摩。 以致,按摩时可在孩子皮肤上涂适当的花石本,夜机篮子直接朝看,或茶油等作为润滑器。 手法,按摩时家长可以用全手掌,或大于即小于即四只掌面,以适当的力度按摩孩子腹部,以肚肺中心跨圈,可以两手交起,也可单手按摩,以力度,摩腹时注意用力均匀,不要忽心忽重,腹部身四海, 在表皮轻轻抚摸是没有用的,您按摩时必定的看得到腹部的皮肤被均匀的推动了,起皱褶了,而且可以逐步增加按摩的力度,相当于在按摩孩子的胃肠道,胃肠道本来就是空心的脏器,里面容纳的是食物残渣和气体,摩腹就相当于促进食物的相换,推动胃肠道气体的运行。 评测,每次约按摩五分钟,约等于四百下,每次紧紧摸笔下是没用的,必定的几百下才有效,而且一日可重复数次,多做多有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